我當然不同意習近平這種說法 今天的中國現實和當年馬克思所預言的 以及馬克思所主張所倡導的 都是面目全非 就正好幾天前 我看到一個西方學者叫齊澤克 這個人的著作很多 很多大陸都有他的藝本 他就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問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世界還適不適用 符不符合今天的世界的實際 他說一提到這個問題 我就想起當年蘇聯的一個政治笑話 這個笑話講的是有人問 說張三買彩票贏了 贏了一部新的汽車 是不是真有這麼回事 回答說原則上講是真的 是有這麼回事 但是不是張三是李四 不是一部新汽車 而是一輛舊的自行車 也不是買彩票贏了 而是不小心讓人家給偷了 他舉這個笑話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發生的實際事情 和所說的完全兩樣 但是你還要一口咬定 他理論和實際是相符合的 今天中國情況 他確實就是這麼回事的事情 今天中國的現實 和當年馬克思預言的完全不一樣 另外你中國共產黨 既然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 進行了馬克思所主張的革命 建立了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 但實際上你的所作所為 和你的實際情況 和理論相對照 依然有很大的這個非常大的明顯的差別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 比較需要多說兩句的就是 那有人就過去十幾年前就有人提這個抱怨 就說你們到底你們老批評中共 那你批評中共什麼呀 你他搞馬克思主義 那你們批評了也要把他罵一通 他不搞馬克思主義了 你們也要罵他一通 那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現在我就同樣這個問題了 我們說中國今天的現實 這個已經和馬克思所說的完全面目全非了 那我們這句話是 是誇他呢還是在批評他呢 那我們是不是認為 應該和馬克思主義說的一樣才好呢 那我們現在都知道 今天中國可以說是掛羊頭賣狗肉 掛的還是馬克思那一套 還是社會主義那一套 但是呢其實搞了大量的所謂資本主義 那麼這麼說他 我們是批評他掛羊頭不對 賣狗肉不對還是該賣羊肉呢 還是這個羊頭本身就不對呢 所以這裡我覺得當然就要區別 就有必要區分清楚 那第一呢當然我們認為 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錯的 當年毛時代去搞共產革命消滅私有制 那固然那都是錯的 而你現在到了鄧時代之後呢 多少放棄了那麼那些東西 引進了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 這些東西照理說 並不是這些東西本身我們並不見都反對 而且我們認為它有它的好處 但是呢你依然掛著羊頭 而且你並沒有意外 你過去犯了那種嚴重的這個罪錯 而這個引咎辭職也不同意這個開放政治 相反呢還要繼續的打壓自由民主的力量 因此呢你就本身就形成了一個極大的諷刺 就是你一方面還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這個一黨專制 但同時呢又使得這個自己成了這個當代的最大的這個 不但在政治上的這個這個壟斷的全部政治權利 而且呢也使自己 就你一大到地主資本家體家 現在你成了地主資本家 你借經濟改革的名義 這個把屬於人民的財產變成你自己的財產 因此這種私有化本身也是我們要批判要否定的 所以現在問題呢 而現在讓人擔心的是呢 習近平現在高調的這個這個講馬克思 那使人擔心的呢 就是連這一點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一點點進步 他是不是都會放棄掉 是不是要回歸過去毛澤東那一套 會那樣的來對中國來說呢 那當然的狀況就是雪上加霜